我现在先把这个档案储存 然后关闭 请问刚刚那个资料里面 有没有2017年的资料 订单日期有没有2017年的 没有嘛 是不是只画2013到2016 那我们现在创造几笔资料放进去 然后看看说2017年的资料 它会不会自动的画出来 好 所以第一件事情 我们的资料我是放在 我刚刚从网络上下载下来 所以我是放在下载里面 所以我就快速点两下超市范例 快速点两下超市范例之后 它开启的应该是E-Sale 然后接下来 我就到资料的最底端 最底端 创造5笔2017年的资料 就是订单日期改成2017年就对了 这样是不是就5笔的资料了 好 启用编辑 然后到最下面 那就是卷轴拉到最下面 这我想应该都没有问题嘛 对不对 因为第一列是不是标题列 所以有10000笔的记录 那接下来呢 我就把最后5笔 就是9997到100001 这5列复制 复制 然后贴上 贴什么呢 我习惯就是 它的内容是什么 我就贴什么 然后请把这个改成什么 100001 100002 100003到100005 对不起 对不起 这样贴法不对 要贴什么呢 滑鼠右键 选择性贴上 要贴 值 与数字 格式 就是 这个日期的格式 它刚会跑掉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 所以我才会选择 值 数字 与格式 反正我全部都贴进去就对了 然后接下来 这边是不是要改成 100001 100002 100003 100004 100005 然后重点是 这个 这几笔资料 是不是全部都改成 2017年 所以这个改成2017年 这个也是2017年 这个也是2017年 2017年 2017年 可以哦 有5月28的 有1月 有12月2号的 这不重要 还有麻烦 麻烦请 有几个数字 有动到 我们就改 象征性的改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这个是销售额 这个是利润 我们就象征性的改一下 例如说 这个改成10万 这个也改成 10万 好不好 就是 1后面接 5个0 1后面接 5个0 好 请问是不是就改好资料了 改好资料 我是不是就储存 各位知不知道 我现在在做什么事 我现在在做 假设我们现在已经到了 有107年资料放进去 会不会有107年资料 就是补进去 当然有可能会发生这种事 我现在只是补了5笔资料 然后接下来是不是就关闭 记得要储存 这个档案 本来我下载是今天早上的事 现在是下午4点23分 我修改完的结果 可以吗 有订单日期 有5笔是2017年的资料 有销售额有修改 利润也有修改 这都没问题吧 你知道为什么我要放个10万在那边 因为别的都是一整年的资料 那我至少10万跟别人 什么4,50万 是比较可以看得出来 是有资料的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刚刚那一个档案 这个Power BI这个档案呢 我是放在 第一级别金 你看9月26号4点19分 我是不是就储存然后离开 现在我是不是快速点两下 快速点两下 你只要是透过这个工具来去做 你以后你就不用每个月都在那边重新换 重复的工作 你就不用在那边一直重复做 你只要点一个重新整理 所以你要知道重新整理在哪里 对吧 一定是在常用底下 等一下一定要让它跑啊 好 请你看一下 这边连续性分析 有没有2017年资料 没有 没有对不对 因为我们还没按重新整理 所以呢 所以这个地方常用底下 是不是有一个重新整理 请点它 2017年资料就即将出现了 而且不止这个资料有 每一个资料全部都会有 所有只要跟你画的视觉画报表 只要有2017年 它就全部画出来 可以吗 这边是不是看到2017年了 好 连续性分析里面 2017年是不是有了 0.1个百万就是10万了 同期比较 是不是多了一个2017年 可以哦 2017年有5月 然后有12月 记得吗 2017年颜色是这个颜色 会不会很困难 难得是 以色调那边增加5笔资料 这个对你们来说应该不是困难的事 对吧 然后你只要知道 Power BI重新整理 在常用底下的重新整理 这样子的话 你每个月是不是就可以 只要你用对的资料的话 你是不是 这笔一定就是刚刚加进去的 这笔资料一定是刚刚加进去的 好 那我想我们就暂时介绍到这个地方提供给你参考 就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 记得哦 先把你这个Power BI这个档案可以不用关 但是你可能要先去 Excel那个原始档案里面 增加5笔资料 这样你就可以节省好多 每个月不用在那边重新画 是一件非常非常棒的事情 因为重复的事情 请交给机器来去做 因为它会影响到我一些部分的图 你看这边大家都在这里 就只有一笔资料跑到这么高的地方 因为刚刚我是不是有输了一个 就是10万 对不对 10万 所以相对的 相对的销售额还可以 但是利润它也变得那么高 主要是利润这边产生一个很大的差异 好 所以呢 怎么做这件事 我就把原本放在下载里面的超示范 重新打开 把刚刚加进去的5笔资料 整个直接删掉 这边 106到102 这5笔资料删除 删除之后 记得这个档案要储存起来 然后关闭 那我的Power BI做什么事情 重新整理 点选重新整理之后呢 所有资料又都恢复原状了 刚刚有107年 现在就都没有107年了 有看到啊 这个是不是恢复正常 散步分析正常了 同期比较也没有2017年了 那个连续性分析也没有看到2017年 可以哦 好 所以请你们动手真的再做一次 让我们很清楚的了解 其实这只是 这只是很重要的一个重新整理观念 不用每个月 拼命在那边重复 一直重复的去制作相同的事情 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 就是说在跨档案的 不是跨档案 就是当我今天我的资料呢 就是重新整理这件事情 我接下来要继续讲哦 我可不可以再把那个 例如说退货资料 来跟你们分享 好 画面就用一下 请问一下哦 我这个是订单的资料 订单资料里面 有没有退货的记录 没有 对不对 那因为没有退货记录 所以我这边算出来的利润 其实都隐含了一个不正确性 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把 退货的记录来去扣掉 如何扣掉退货呢 好 其实重点是 我们退货根本就还没有放进来 所以怎么放进来 是不是透过常用底下取得资料 然后Excel Excel 记得我的资料 是不是放在下载的超市范例 一样的位置去开启 开启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选择的是什么 是不是选择退货 然后建立 再入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拥有了 拥有了什么 订单这张资料表 跟退货这张资料表 有没有问题 只是你重新把那个 那个档案里面的 另外一张资料表 叫进来 你可以在不同时间点 来去叫 当你有需要使用 你再去叫 这跟以色谣也是不一样的 以色谣是不是一开就三个资料表都开了 那这边呢 这边你是可以分不同的时间 分时开启不同的资料表 好 请你们先把这张资料表叫进来 我们接下来 接下来 你有没有看到你的资料表 退货资料表 它的栏位是不是叫 Column E、Column 2 这是不正常的 那你要先懂 为什么它叫Column E、Column 2 还有要怎么把它改回来 这都是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 有时候我们去连 以色谣的资料 奇怪 它怎么连出来的结果 是不正常的 请问你知道Column E是什么吗 不知道 Column 2是什么 不知道 那万一假设你今天你有十个栏 它就叫Column 1、Column 2、Column 3 你是不是等于完全不知道 你拿到资料 它的栏位名称是什么 千万别做一件事 从记录内容拆栏位名称 你要跟对方要到一马步 这位知不知道什么叫一马步 我在分析资料的时候 我就算拿不到一马步 我也要跟他要问卷 否则这怎么分析 这资料库里面一定要要到一马步 好来画面借我用一下 您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订单 它的订单工作表名称叫订单 然后里面栏位名称是不是都清清楚楚 可是这个地方退货 它里面有Column 1跟Column 2 到底这个Column 1、Column 2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你不可以用猜的 请问你这是什么 这个叫不知道 对吧 你从这上面看 它对应到另外一张资料表 它就是订单编号 订单ID 订单ID什么 CN 然后年代别 然后一个订单的编号 有看到CN 然后一个订单的年 然后一个订单编号 是不是对应过去就是订单ID 但是 但是其实你这样猜是很冒险的猜法 好 你只能 我觉得因为你只要做资料分析 你一定要 一定要能够清楚的掌握你的资料 好 那这边是不是4都是4 1 就是 这个栏位到底是什么 你可以猜对我也服了你了 这个4是什么意思 4退货 可以吗 那万一这边有10个栏 你要整个全部都可以猜完吗 不可以用猜的 好 那我只是要告诉你们说 它为什么会变成Column 1、Column 2 其实在原始的资料 原始的资料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第一列 它的第一列 它长这个样子 你有没有发现 订单ID跟退回 这不是标题列吗 还难清楚的标题列 对不对 可是你要知道一件事 电脑它在判断 你第一列是不是标题列 标题列 它是有规则的 什么规则呢 它的标题列一定都是 从头到尾都是文字 它的标题列一定从头到尾都是文字 那什么叫记录内容呢 记录内容就是 有可能有的是文字 有的是数字 有的是日期 举例来说 我们来去看订单 你看订单 这一列是不是标题列 标题列里面放的全部都是文字 这个是不是文字 文字类型 对吧 行ID 这三个字是不是文字类型 订单ID是不是文字类型 订单日期是不是文字类型 发货日期也是文字类型 邮寄方式也是文字日期 也是文字类型 客户ID也是文字类型 依此类推我可不可以不讲完了 因为全部都是文字类型 对吧 你看销售额这三个字 是不是文字类型 然后数量也是文字类型 折扣也是文字类型 利润也是文字类型 这就是标题列的特色 可是请问你 记录内容可能有日期 可能有日期 所以取一个例子 例如说这个叫记录 对不对 这是第一笔记录 然后 它可能是日期的方式呈现 可能是中文字 可能是文字的方式呈现 可能是阿拉伯数字呈现 可能是含小数的小数呈现 可以吗 它就是有很多种类型在里面 这是记录的特色 可是我们现在去看一下退货 请问你 第一列是不是都是文字 符合了 符合那个标题列 可是请问你 这一列是不是也都是文字 这一列应该是记录 记录里面为什么也都是文字 刚好啊对不对 刚好都是文字嘛 第三列也就是第二笔记录 也是文字 好 它就认为说这里面 这里面没有标题列 只有记录 合理吧 因为刚好你的记录全部都是文字 OK 所以它就大胆的去猜 我们这一个工作表 没有标题列 既然没有标题列 它是不是要赋予给它一个标题 所以就给它 第一个标题就是Color1 第二个标题就是Color2 有听懂哦 有听懂这件事哦 好 那刚好这个资料表是这样子的方式呈现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必须要把 想办法把第一个记录 第一笔 这叫第一笔记录 就回来 就是把第一笔记录 放去当作标题列 好 怎么做这件事 怎么做到这件事 常用 常用 编辑 编辑 编辑查询 请问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跳到了一个叫 Power Query 本来在哪里 本来在Power BI Desktop 现在我们在Power Query 可以吗 我们现在跑到另外一个视窗了 可以了解哦 我们已经离开Power BI Desktop 我们现在跳到的是 Power Query 编辑器 然后接下来请点退货 退货这边有看到吗 我们是不是要将第一笔记录 列为标题 在这里 可是我不希望你们选上面的功能 我希望你选 这边是不是一个资料表 左上角这个就是控制钮 所有相关的你会用到的功能 全部放在这里面 请在这边找 好 请问我是不是要把第一笔记录 这是第一笔记录吗 当做是标题列 所以是不是点这个书纽控制 点它 然后使用第一个资料列 作为标题 可以吗 使用第一个资料列 作为标题 点它 如果你想要还原 你想要恢复原状 那就请你把这个套用的步骤里面 最后面这一个把它关掉 它就还原了 哦 还要再关掉 有看到吗 好 所以我们刚刚做是对的 所以使用第一个资料 使用第一笔记录 当做标题列 好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更重要一件事情 这边有一个叫做关闭并套用 套用 关闭 有看到这三个功能 我们要选择关闭并套用 关闭什么 关闭Power Query 没问题吧 因为你现在是不是在Power Query里面 回到什么地方 回到Power BI 所以我要关闭Power Query 套用到Power BI 可以吗 所以这边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栏位名 那个功能名称叫做关闭并套用 所以请点关闭并套用 那这边我们就可以稍微静待一点点电脑处理的时间 这边就会恢复成这边有一个退货的订单ID跟退回 可以吗 其实做法很简单 常用底下编辑查询 然后点选编辑查询底下的 退货 然后请在这个控制钮这边 用这个使用第一个资料列作为标题 好 现在我不做了 因为我已经做好了 那就换你们来去做 请你们先动手做一下 把那个标题列的名称就回来 画面就用一下 好 请看一下 这个是报表 报告 报告就是你画视觉画图表的地方 这个是什么 呈现资料的地方 像Ease 这个叫关联 我现在是不是有两张资料表 一张叫订单资料表 一张叫退货资料表 所以呢 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两个资料表 关联起来 关联 关联 你看这边叫订单ID 你一定会 这边有没有退回 没有吗 没有退回啊 对不对 所以你只能在这个地方看到说 这个订单ID会跟 会跟什么 订单ID 关联起来 可以吗 所以你可以从这个地方拖替 这个退货里面的订单ID 拖替到订单的订单ID 你也可以从订单的订单ID 拖替到退货的订单ID 他就帮你做好了 那你一定会说 奇怪我刚刚明在这边拖替 怎么可能是守禅吗 不是 这不是守禅 这是因为你 它只是一个示意图 示意图 尤标放在这条线上 他就会告诉你是什么 对应到什么 还有这边 这边是不是有看到 一对多 这个是一 这个是多 请问一是什么意思 退货里面的订单ID 只会重复出现一次 它不会出现两次 可是订单里面的订单ID 它会重复出现 有看到 好 那请问一下 这个一 这个一具有不变性 请记住 如果你日后要去配合 请只能修改 只能修改 这个多 不可以修改 一的内容 否则你就把它的唯一性给 破坏掉 好 那 最重要的一个重点 就是 请你先建立好这个关联 建立好这个关联 然后接下来就回到报表 好 麻烦请你手动建立一下 关联 关联就直接拖曳过去 你就建立好了 为了上课方便 我可能用最快的方式来跟你们解释 请问一下 在这张资料表 这张资料表里面 我随便挑一张 请问这是不是 37万5 37万 我为了要让你们看清楚 所以我暂时先把它变成 5 5显示单位 好不好 我暂时显示成 5显示单位 因为我要告诉你说 这等一下这数值是会变的 怎么做到这件事情 请问一下 这张资料表里面 因为我刚刚设了关联 所以呢 我是不是就可以 这张资料表 是不是就可以把这个 关联的项目来放在这里面 放在筛选里面 好 例如说把退回 退回放到这个筛选 筛选 可以吗 放到这个筛选 那筛选有分很多种 一 此视觉效果上的筛选 这个视觉效果 这是一个视觉效果 这个叫做此视觉效果 此页面上的筛选 就是包含这一个 因为这是完整的一个页面 对不对 完整的一个页面 第三 第三 所有页面 那就包含这个 包含这个 包含这个 每一个都包含进去 所以这个退回 退回应该要放在 所有页面 因为你这样算 才是正确的算法 好 放在这边 然后这边是不是 这个页面 这个退货放在筛选这边 它只有三个选项 一个是全选 一个是空白 一个是视 请问我们这里面 是不是只能勾空白 因为视就是退回 我们这边要算利润 是不是要扣掉那些空白 扣掉那些视退货退回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勾空白 你有没有发现 这是三七五 三十七万五 当我勾了这个空白 它就变成三十三万六 可以听懂这个意思吗 这才是真实的利润 真实的利润 然后这张图算 画出来的也才是 真实的各类产品的真实的比例 真实的比例 我再重新讲一次 我再重新讲一次 我先把这个退货 我们在所有每张资料表的计算 我们现在连算都不用算了 我们就直接把这个退回 直接把这个退货 因为我们已经设好关联了 所以这张资料表 它只要把关联到的另外一个栏位 放到筛选里 它就会产生联动 那把退回放到 为什么是所有页面 因为这个是退货 是每一张资料报表 都应该要反映的事实 所以我们就把退回放到所有页面 所有页面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这边是不是勾选 我符合的条件 要被呈现出来 所以点选空白 这个空白是指什么 就是没有退回的订单ID 算出来的结果 好 那你看这边是不是算完了 这张资料表算完了 我们来去看连续性分析 对不起 这个我也要先暂时刻意的把它放成是一般的数值 资料标签 然后一般显示为5 这个数值336,000 是不是跟这个数值336,000是一样的 我这边我有重做一次 没有 你看这边我并没有在筛选这边 我又重做 因为他刚刚我在做这件事的时候 他已经放在页面 页面就这里 有看到所有页面上的筛选都有这一项 这个有没有 这个一定也有 这边所有页面上的筛选 他只去分析 只去分析什么 没有退货退回的 因为这才是合理 我为什么要把那个退货退回 加进去来去做分析 所以这个数值会不会产生变动 会的 这样了解 好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一个设计 你觉得好不好 跨工作表直接帮你全部都算完 很好吧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 就是把退回放在那个全部页面 筛选里面 然后请勾空白 请问一下 这是不是我们那个杨梅地震 所的就是穿过的资料 然后这些资料你们应该 大概知道在做什么事吗 对不对 好 就今天我们上课的内容 就今天我们上课内容 请问一下 outcome是什么 就是你想要分析的结果是什么 结果 结果知道吗 我们拿到这个资料 我们要分析 可是我们觉得第一件事情 你看这边是不是有数字 有数字吗 对不对 所以 所以你 大概要分析就是按键量 大概就是按键量 对不对 那个结果 应该就是围绕在 因为能分析的是不是就是按键量 可以哦 没问题吧 按键量 就只有这个是数值啊 还有呢 没有了 对吧 好 再接下来 类别型的 有时间 时间类别 时间阶层 对不对 还有什么 收件号 还有 负账原因 这些都可以做类别分析 那你是不是 就只要做一件事情 做什么事情 就只要去做那个各年的一个一个直条图 做完之后呢 然后就可以用滑鼠右键开始去看哪一些类别是主要的影响 可以了解吧 没问题哦 请问可不可以去做 你可不可以去做 例如说连续型分析去看淡季 旺季 有没有淡忘记这种事情 就是按键量如果多还是少 有没有淡忘记 你觉得地震 来 我不知道来地震 是我的 因为我本来 我从来都 我只来过地震 这是第二次 这真的是第二次 可是我坐在这边 还真的 有人进出 我不知道他们来这边做什么 可是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 你拿到资料 你要先懂那个分析 所以你不能拿到资料 你不知道分析什么 好 结合 请问你会不会分析出来说 这个按键量有没有淡季 旺季会分析吗 对不对 这就是连续性分析 大概在几月的时候 它会比较高 或者几月时比较低 然后 再接下来 你总想要去看 这负账原因里面 哪一个是主要类别 对不对 主要的 那个 负账原因是什么 我的意思是说 我不是很了解你们的资料 但是我都会把这些东西 结合到今天我们的内容 整个跑一遍 只是跑完之后呢 我没人可以跟我讨论 商量这件事 我就会变成 我只能看论文了 这样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吗 就是我们的 我今天早上不是章门 从一直到 刚刚是不是教了很多很多分析 不能做地理分析 没错 可是可以做连续性分析 可以去做那个 那个关键因素 关键影响因素 对不对 可以去做那个 那个 瀑布图我没有教 好可惜 但是你至少可以用右键 自动分析 它就直接跑出来了 好 那我想我就暂时在这边 告一个段落 顺便帮你们回讲复习一下 因为期待希望 下次上课之前 你问我嘛 所以你就必须要把这些 全部都画出来 也没有几张啦 大概只有四张吧 这样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 然后你所遭遇的问题 麻烦记录一下 因为你看这个 收件的年月 你是不是要整理 例如说我们是用 2014年1月1号 这才会变成日期 10301 它不会认为这是日期 请问你会不会用以色列去转 写一个小小的函字 把它整个转成标准的日期 应该不能啦 不会 等一下再来问我 好 那我想我们 大概今天把整个的内容 跟你分享到这个地方 你可以做很多的分析 做完这些分析 记住还是一件事 当你看到现象 这个是很容易的事情 但是看完这些现象的时候 你要去跟你的主管 讨论商量一些策略 这个现象怎么解决的 方法 然后看看能不能形成一个很有意义的 就是策略 政策 好 这都是我们现在拿大数据分析 该朝这个方向前进的 OK 我想我们今天的课程 就暂时在这边告一个段落了 下个星期三 早上 我们还有三个小时 到三个小时半的时间 来继续跟各位来分享 其他的这个大数据分析 还有很多需要知道的地方 像分群 预测 预测是怎么做 我们今天教的这个趋势预测 你一定要知道 这个趋势预测 你本来就知道 只是你根本就没有用它 这是很可惜的事 然后有没有更准的趋势预测 有移动平均 好 这到时候再跟你们分享 那我想我们就今天上到这边 下星期三早上九点 我们准时开始 第二天 也就是最后一天的交讲 好 今天上这边 谢谢大家 多同样 谢谢 Receta 谢谢 �atamente 谢谢大家